这一棵仙克莱是圣诞之前买的 当时买的是开花 开了城市开的花 后来花谢了 现在你看三月份了 按讲是仙克莱准备休眠了 但是又开始开花了 还有几个花苞 那么他的这次开花 花开的要少一些 但里面也有一些花苞 但是不多 但是不管怎样 三月份开始到岁份也准备 应该是准备休眠了 能开花一定是很不错了 我也没想到他还会再开花 能再开花就说明 总的生长条件 他还是适合他的 我想如果我给他稍微再多一点的光光 现在就是稍微明亮的地方 没有一点没有太阳 再如果能有一点点太阳或者再明亮一点 我估计花会可能开的会更多 我在前面的视频专门也介绍过 怎么样那个仙克莱 那么今天就借着这个开花 那么今天就借着这个开花 再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那我这买了以后 盘一直也没换 那长了这个叶子长了 原来的增加了一倍 这说明总的他的生长条件是适合他的 像先克莱 你要养好他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保持低温 十五六度十七八度 我的客厅呢 二十一二度 对他来说是太热了 先克莱一热了 花就不会再开了 然后就休眠了 叶子就会黄了 这是很多人养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太热 一定要保持十五六度十七八度最高 然后土不要干透 顶上一寸 甚至稍微再浅一点 感觉干了就焦 不要让它土干透 这就是先克莱跟其他的室内植物 两个主要不同的地方 特别是温度 其他的就喜欢室温二十度左右 这个是绝对不冷的 光线也是明亮的光线就可以 所以今天借着先克莱又开了几朵花 然后有花包 看着也是很不错的 即使是万绿从中一点红 也是让人很高兴的 是吧 那就跟大家讲一讲温度的控制 然后新克莱到天热了以后 他叶子都黄了 都死掉了 是正常了 他要休眠了 这时候休眠了以后 他底液是囚禁的 你就可以拿到外面 不用再浇水了 就那么干着 也可以趁着休眠的时候 盆给他换了稍微大一点 除了他里面的球可能现在已经满了 就换了稍微换大一点盆 等到天再凉了 他开始发出小芽了 就开始浇水 然后再拿到室内温度低了 再继续养 他就是主要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噪音 休眠期不是不等于死掉了 所以不要扔掉 看他还会越长越大 特别是你换了再大一点的盆 他会长得更大的 这个新克莱净是属于不耐寒的 还有一种他的亲属亲属属于耐寒的 种在外面 那你就不用管了 种在外面 夏天他自然就休眠了 到天凉了 春天或秋天自然就会长出来了 那个就好像是耐寒是无趣 就基本不用怎么管了 比较省事 像这个有的人就问 这个我怎么知道干不干 刚才说的就是用手指后挖 粗一粗 稍微的半个手指 这个身 一个手指尖 身呢 再吐 干冷 你就可以浇水很多 对很多植物 或者说颠一颠 你浇水 浇碗水 一个重量 等到 干到一定程度 又是一个重量 你就是经常这样了 你就有经验了 一点就知道 缺不缺水了 我现在就是看 还可以再等一个星期 我这个 两个多星期才浇一次水 因为在厨房里面 本来湿度要大一点 但是因为它温度偏低 所以水分散发不多 你也不能让它太湿了 就是 适当的湿润就可以了 两个星期左右 浇一次水 顶层 一点点土 要干了 就要浇水 不要干透 好 今天就讲一下 这个 剑克莱再讲一下 好 谢谢收看 拜拜